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Acer 那么我们又见面了 我刚刚从广州车展回来 在车展之前 他们发布了一款重磅车型 就是我们身后这台 MG的ES5 这台车的定位是相当的明确 大家都知道Acer曾经是一个 MG电动车的车主 我是MG第一代电动车 也就是EZS的车主 而且那台车在我手里 开了三年之久 跑了将近六万公里 对于MG的整个电车的这种 驾驶的感觉和使用的这种感受 我是有话语权的 那么先说一下这台ES5 这台车从外观上看 确实是符合MG的家族特征 在续航上做了三个版本 一个是425公里的版本 还有就是515和525公里版本 电池采用两套电池 全部都采用了磷酸铁锂电池 一个是49.2度电的电池 还有一个是62.1度电电池 看你的需求了 我个人我觉得40多度的 也就是最低配那个车型 就足够了 只要你充电方便 电动车续航并不是很重要 这也是我常去说的 很多网上那些 没开过电动车的这些盆子们 或者是所谓车评人 天天在追着大家说 什么续航多少续航多少 包括什么配置 怎么样怎么样 它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动车车主 只有你真正用过 甚至像我这样开了很多年电动车以后 你才知道你究竟需要什么 我觉得只要充电方便 400公里的续航 值得推荐 内饰的颜色上看 它是采用双搭色的配饰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很居家的感觉 很舒服 第二点在用料上 一点也不像10万级SUV 能够给你的这种内饰的用料 首先它都是软质的 能摸到的地方全部软质 皮质的包裹 包括打孔皮的方向盘的握感 也非常好 它也采用了现在时下最流行的元素 比如说15.6寸的巨大的一个中控屏 还有一个10.25寸的一个仪表屏 所以你整个看上去 这台车的内饰是规规矩 看上去非常温馨的 那么科技感也依然有 最新版本的斑马系统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语音的识别和语音的控制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整个的内饰风格看起来 比我那台EZS好太多太多 虽然这两台车差了仅仅几年时间 但是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那台EZS当时买的最大的一点 就是喜欢它那个全景的一个大天幕 这台车依然保留 而且这个天窗是能打开的 同时呢要有一个遮阳帘 这个也配备了 所以整个车顶看上去 跟我那台EZS看上去 真的是非常像 除了有一个打开式的 一个全景式的大天窗之外 还有天幕 这个在现在很多电动车上 确实不多见 因为你们能看到 是一个打不开的一个大玻璃天幕 甚至还没有遮阳帘 这是现在很多电动车的一个标配了 但是对于这种能打开式的 还有标凉帘的成本会高很多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MG还是非常良心的 下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储物槽 上面有一个手摸上去 很有质感的无线充电座 中央扶手箱也做得非常规整和非常大 而且这种质感 大家看到不是啪啦啪啦的 那很松垮的样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 十多万车能把这个用料做到这样水平 我觉得中国车是真是太绝了 当然作为一个MG车 我们不需要去按键 更多的控制和操作只需要唤醒 帮我们打系统就足以了 在试下之前的工程师也特意跟我们说 他们这个座椅还是做了很贴心的设计 那我个人做上去觉得这个软硬度还是可以的 那么腿的包裹性也还是不错 侧向支撑性也很好 唯一一点小小的不足呢 就是稍微做点稍微短那么一样 但是作为一个家用级的AE的ICUV来说 我觉得这样的配置也是可以的 空间感受完全没有问题 我个人觉得跟它的同门实用地 MG4去比的话 它的空间感受会更好 这个你们有时间去店里去试驾 去感受一下 你会有一个明显感觉 我觉得完全够用 这台MG的ES5 因为采用了躺式电池 所以它的整个地板的高度比较低 所以你坐在后排感觉 就像一个燃油版的ICUV的乘坐的坐姿 腿部并没有完全翘起来 这个还要给个赞 那么腿部前半的空间也完全够用 有两拳的这么一个距离 所以坐上去以后 再加上一个很软的坐垫 你很容易能找到一个很舒适的坐姿 那么中间坐这个人 虽然坐垫稍稍稍硬一点高一点 但是脚步还是很舒服的 这个要给一个赞 这台MG的EES5 我觉得驾驶起来的感觉 最大特点就是 它并不运动 绝对是一个舒适取向的车 首先它的电机 最大功率是125千瓦 也就是170匹 这样的功率 在目前整个电动车市场来说的话 功率并不是特别高 同时它的扭矩达到250牛米 跟我几年前的EZS比 从数字上讲没有优势 但是其实驾驶质感 确实提升了非常多 我们来现在踩一脚 有没有人会发现 它不是那种很突兀的加速 是一种舒适的 让你感觉 心里都没有那种 不懂感觉的那种驾驶感受 所以这台车 我觉得它的整个调校 它的动力感受 就是一个舒适取向 更趋向于家用 在连续的颠簸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悬挂 调得非常软 这种感觉 会让你有一种 坐在大沙发上的感觉 所以这台ES5的 整个驾驶的调校 取向来看 绝对是一个舒适取向 没有任何的追求 这种运动的激情的 这种驾驶的需求 那么整个转向的 这个方面也是可调的 有多种模式 我们现在调的舒适模式 所以它的转向力度很轻柔 如果你调到运动以后 它的转向力度会明显变沉 这一点我觉得是 针对不同的用户人群 但总的来说 这台车整个开起来 还是很顺很舒服 尤其这台车 还配备了舒适沙停功能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 开过电动车的人 都有感觉 坐电动车不舒服 容易晕车 就是因为它起步比较猛 刹车的时候又比较突兀 只要踏板一抬起来 会有能量回收 但是这个有了舒适沙停模式以后 基本刹车不会点头 会让你有一种很缓和的 很舒适的刹车的感受 这台车配备了两种的电池 一个是配备了49.2度电电池 还有一个是62.1度电 那么这两个电池 都是磷酸体锂电池 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上汽官方也给到了质保 也就是首人车主 会给一个中身的 三件系统的质保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赞的 如果你开这台车 至少在电池电机电控 这方面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只要在质保范围之内 就可以踏实的开了 作为一个11到15万 这么价格区间的车来说的话 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我觉得是非常舒服 至少我觉得对起这个价格 至于这台车驾驶的其他感受 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 我今天体验这台MD的ES5 个人感觉还是一台非常不错的家用级的行动员车 那么首先几点是要强调 首先这台车的安全性 作为上汽主力的一个产品 这台车的安全性是毋庸置疑的 这台车因为坐的空间还是相对够用 而且车的尺寸恰到好处 我觉得作为家用车来说没有问题 那么第三点 有了斑马系统驾驶 这台车其实在日常操作起来是非常便利的 不需要频繁的去按各种按键 这个要给一个赞 而且15.6寸的大屏幕 确实看上去非常给力 能达到2.5K的一个显示水准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家用车 而且你又是一个这个的爱好者 对吧 抽烟的爱好者 那么这台车是一个不二选的 因为能打开天窗的话 你抽烟会更好一些 更方便一些 所以这个车就很明确了 又有驾驶乐趣 而且能耗也不错 同时又给你的配置拉满 所以作为一个驾驶车 我觉得还是不错 而且这个价格也很合适 11.69到14.69万的价格 这台车作为一个后置后驱 也就是电机在后面的一个车 是一个很纯粹的电车 我们常说如果电车做成前驱 它就不是一个真电车 你如果是除了是四驱 就是后驱 这才是真正的电车 这台车的驾驶是非常平顺的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刹车的控制 不像很多电车在刹车时候 很猛 加速度也很猛 你坐在车里的这些一家老小 作为家用车 你会感觉有一种晕车的感觉 这台车在晕车控制上 确实做的是不错的 更多考虑驾乘人员的舒适性 所以我觉得这台明觉的ES5 是一个很适合家用的这么一台车 当然据说现在厂家还有一些优惠政策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见里聊一聊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试下节目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